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 砍 砍 快来 你们俩没吃饭啊 就这样 来 就这样 你们再来一下 好 来 叶兄弟 干吗呢 怎么不练武啊 天热有点不太舒服 你看看你 跟若鸡似的 更得勤练武艺 不然上了阵啊 没几下就被打倒了 知道了 我马上就练 你都歇了半天了 为了性命 安全起见 我来教你几招 来 不必了 我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 你放心好了 几个 我是想说 我们除了这样天天练武力 是不是也应该练练排兵布阵什么的 排兵布阵 咱们这帮弟兄 个个都是以一敌百的好手 到时上了阵 横批 竖赶 那么一敌人先用骑兵 或者先布剑阵呢 所以更得练哪 对吧 打仗 不就是谁厉害 谁就能活到最后 谁就是赢家吗 坏是没错 但是得想办法活到最后啊 这么一群巫 我的意思是 沙场对阵 兄弟们是个整体 同进退 共存亡 如果每个人都只想活到最后 独善其身的话 那势必就是一盘散沙 一盘散沙 乌合之众 你好大的口气 现在你不练武艺 到时候让他们去救你是吧 稷哥 恕小弟直言 就算你们武艺再厉害 上阵杀敌 若不能统一号令互相配合 就不能互相帮助 包抄合围 支援调动 武力相加 并不等于整个队伍的实力 到时 反而容易互相牵累 被人打得落花流水 落花流水是吧 殷兄弟 我看你是看清了 咱们这帮弟兄的实力 一寸长一寸强 想当年楚霸王也是一个人 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 霸王不也败于该下 输给了善用兵法的韩夕吗 是啊 不得没错啊 殷兄弟 我是不懂什么兵法 我就知道打仗 杀敌于前 勇自当先 问问他们 除了大哥 我还没输给过谁呢 是啊 是啊 要想让我扶你 行啊 比试比试啊 对 比试比试 你要赢了 就听你的 来来来来来来来 快点 来来来 快点 快点 不必了 小弟武艺平平 不是极歌的对手 武艺平平 还敢教训我 让我先来教你几招 不算啊 刚才没准备好 再来 不算啊 刚才没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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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 好 历 老子打架 你是什么帝 崖兄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位兄弟也是好心帮忙 打仗就是互为同袍 手足相助 敬阁 你别怪他了 对不住了 敬兄弟 敬兄弟 我服了 我不过就是长了个巧劲 这个武艺力道远远不及稷歌的 稷歌 以后啊 还要请你多多指教 兄弟客气了 往后啊 你教咱练兵 我教你武艺 来日上阵杀敌 生死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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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叔兄 请 请 这是殷兄弟所会的弩箭 以竹子为原料 于剑侠中放十支弩箭 能在弩机上连续发射 不仅射成员 而且带血槽的箭头 威力惊人 事半功倍 好 设计得好啊 殷兄弟 这真的是你自己设计的 我哪有那么厉害 这都是从墨家遗卷上抄来的 我只是稍微改动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们兄弟呢 单打独斗都没问题 但就是缺乏武器跟兵法的配合 殷兄弟说得有道理 这光靠武器还不行 还需要将士们的阵法配合 大哥 我看咱们的当务之急 就是教将士们攻防列阵 是 三弟 你这个提议好 这样吧 就由你来带兵 这个 我不太合适吧 不过大哥 我倒是听说 殷兄弟精于此道 这殷家的门客护卫 都是由他负责训练的 不如由殷兄弟 来负责练兵 大哥意下如何 殷兄弟 你真的会练兵 我只是训练一些护卫 保家护院而已 那也行啊 总比我们这些一点经验 都没有的人强吧 那就这么定了 大哥信任你 这件事情由你来负责 承蒙大哥看得起 小弟一定不负所托 好 这话说回来了 三弟 你怎么对殷家的事情 这么清楚啊 你看大哥这脑子 不是还有姐夫呢吗 你一定是跟姐夫打听的 对不对 心之所欺 自然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 我看你是日日不忘 月月不忘 还想瞒过大哥 英兄弟 大哥呢 想求你帮个忙 大哥你说 大哥你说 英兄弟 等你回殷家以后 能不能 替三弟向殷家小姐求个情啊 让他赶紧嫁到我们刘家来吧 你看这小子 整天相思刻骨 失魂落魄的 大哥怕他这一辈子 都找不上媳妇 到那时候可就真麻烦了 这图纸我会拿给工匠 让他们尽快罚主赶造 这一辈子 丽华 这个剑侠太过精妙了 我估计 你还是要过去指点一番 三哥 白天那些话 大哥 他是美颜 娶亲什么的 他是在开玩笑 你别太放在心上 大哥 大哥 是开玩笑的 那三哥呢 你明明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 为什么还要说那些 心之所细 念念不忘的话 我是情不自禁 我好不容易离开家里 我想要像男儿一样有所作为 那些小儿女的私情 我没有心思想 三哥 你可以像对其他兄弟一样对我 一视同仁吗 我明白 之前我所言 确实唐突了 还请 殷己兄弟见谅 那没事 我先回房了 你 你 还请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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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晚上还没吃饭呢 这会儿肚子饿都不行了 你那有什么吃的 这都什么时辰了 那我去给你做碗面吃吧 多谢小妹 以后不许再这么晚都不吃饭了啊 你是 在下殷吉 刘姑娘你好 我们见过吗 在下初来冲林 既然你是第一次来冲林 你又怎么知道 我是刘姑娘 住这儿的不都姓刘吗 难道 姑娘不姓劉 我是姓劉啊 劉伯姬 劉伯生是我大哥 原来是伯生大哥的妹妹 施礼 等等 我觉得你 长得很像 英姬英丽华 你说丽华 我们是本家 当然像了 原来是这样啊 如果姑娘没什么事 在下先去忙了 来 三队巨制 或攻起两旁 或先击前后 三军急战 敌人必走 可到目前为止 我们才募集了几千人马 万一举世时人手不够 怕是很难达到这个效果 那 就先减少两亿的人数 集中精锐 保持中阵实力 练兵时间尚短 可以达成吗 当然 英兄弟 来看看 大哥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看看 英兄弟 我专门找的工匠 给你打造的新盔奖 喜不喜欢 谢谢大哥 英兄弟 大哥今天 还有一件东西 要赠给你 你给你打造的 你去打造这筹 你不相信 你对我这样的 谁 你知不知道 是 让我来 哪有 许是 我知道 我得了 此刀吹毛断发 削铁如泥 是一把不可多得的好刀 今日 我将它赠给你 因为宝刀配英雄 此刀最配你 寸因果有事 且取长歌行 您姐 这把刀可是大哥心爱的宝贝 大哥今天怎么如此舍得 有什么舍不得的 我跟殷兄弟是好兄弟 大哥的当然是兄弟的 对不对 大哥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怎么 大哥赠的不喜欢啊 不 我喜欢 但我真的担待不起 喜欢就好 有什么担待不起的 殷兄弟 你跟大哥征战南北 一起举世 大哥可不想看到你 没有好的兵刃 还有盔甲护身 就上沙场 大哥心里面也放不下 来 这盔甲大哥给你穿上 试试合不合适 不用了 大哥 我自己回房穿就行了 都是男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大哥 来来来 大哥给你 我回房 你再穿吧 是这样 这个 那个 他们阴家规矩特别多 他们家不让在外人面前换衣服 就让他自己换吧 大哥正好 我跟你说说那个阵法 不是 我跟你说啊 这个阵法之外 我们俩刚才看了一下 可以这样吧 保持中均 减少两亿 只要稍加改动 然后呢 大哥 你把这个 我回房去换了啊 诶 你看看 这阴家的规矩还真多啊 好 我看你 我看你 好 谢谢 我看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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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三哥 你去哪儿啊 我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大晚上的 你干嘛去啊 我找朋友谈点事情 怎么了 是弹琴呢 还是弹音丽华 如何扮演好音乐 不被大哥他们发现啊 你怎么知道 你管我怎么知道的 三哥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殷琴就是弹烈华 三哥 你好糊涂呀 你让一个女子来参加大哥的义军 这要是传出去 多不好听啊 他是来给大哥帮忙的 你不能用一个普通女子来规范他 女子就应该安守本分 混在男人堆里算怎么回事啊 不急 你这话可过分了啊 我可告诉你啊 这件事情 你不要管 你也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 三哥 我们兄妹从来都没有红过脸 如今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来怪我 不 我就要说 我现在就要告诉大哥去 躺了 刚才是三哥的态度不好 三哥给你道歉 不急 你看 丽华是一片好心来给咱们帮忙 是不是 就算不喜欢他 你应该包容他 再说了 这事姐夫可知道 眼下咱们家正是用人之计 你要是这会儿把这事给捅出去了 不光是姐夫和大哥他们面子上不好看 还会寒了那些来投奔大哥的人的心哪 三哥 你护着他的理由可真多呀 我 于情于理我该护着他呀 这事儿 别让三哥为难 我不想听你说了 你 刘姑娘 你找我有事啊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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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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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和我大哥他们称兄道弟 传扬出去 我大哥颜面何存呢 我就是不想给大哥惹麻烦 所以才女办南庄 方便行事啊 说的冠面堂皇 你是为我三哥来的吧 难不成 是为我大哥 我来是参加义军 别无他想 女子为什么就一定要守在家里面 碌碌无为呢 山东旅母 平原池昭平 他们也是女子 都可以起兵对抗暴政 我这些大哥有何不可 别弄我大哥当挡箭牌 这里可不是阴家 别以为有大哥三个护着你 你就可以在我家耀武扬威 所以呢 你想我怎么样 给你三日 离开这里 否则 休怪我不给你阴家颜面 我又没有做错事 为什么要离开 况且大哥三哥都曾经救过我 我知人图报也是应该的 报恩 我看哪 你是喜欢我哥这样出类拔萃的男子 被你骗得团团转吧 就像 就像雨哥哥那样 你瞪着我干嘛 要不是因为你 瞪雨哥哥 怎么能一去不归 这么多年咬无一系 阿语出门游离 跟我没有关系 你现在在我家 这事就跟我有关系 你一个戴字归中的女子 混进男人堆里 你不要名声 我还担心 我三哥和大哥失去名誉呢 我阴家子弟 从不怕市井之徒 蠢父与父怎么议论 我相信大哥三哥也是一样的 站住 你就不怕我说出去吗 随便你 但是他也是一样的 你以前自身而不知 那原来是…" 你看那人 什么时候 你 你 今宵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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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咱们这帮弟兄 个个已一体百 再加上阴老弟的这套阵法 定会横扫监军 占物不胜 对 这战局千变万化 如今的一位 我们的阵法不能灵活运用的话 很容易被敌人看出破绽击破的 练武跟练兵一样 练着练着就熟了 别担心 祝依哥哥辛苦了 大哥呀 让我拿酒来犒劳大家 今儿还有酒 还有酒 来来来 来来来 给我来点好 谢谢啊 好 谢谢 来 痛快 谢谢 来 多喝一点啊 殷公子 你也来一点吧 我不喝酒 哪有男人不喝酒的呀 就是 成儿没人不喝点 来来来 家兄叮嘱小弟要自律甚毒 从小便不让饮酒 而且晚上跟大哥还有要事商量 喝醉了不好 我家的酒不会醉的 你喝一点吧 怎么 以前酒不好 当然不是 阿宇说过 刘家的春日醉太好了 一杯酒醉 所以更不敢喝了 这哪有大伙都喝酒 你坐着的道理 对吧 对呀 大哥的酒可是好酒 多少喝一碗吧 就是 少喝点吧 对呀 这是大哥的一点心意嘛 来 我帮你倒上 小心 没事吧 起来起来 没事吧 看看你 换衣服去 多好的酒 浪费 让你喝你不喝 来 咱们接着喝 来来来来 咱接着喝 来来来来来 接着喝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不怪我 牙字必报 不够大度吗 是搏击不够懂事 教训一下 省得他这么任性 哪有你这么做哥哥的 你不觉得 我事非分明 不偏不隐吗 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 一点也不谦虚 你忘了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说话的 当年太学的王博士 还曾经夸我 能言善辩 人侠义气 只可惜啊 现在年龄大了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畅所欲言 随心所欲了 身心所欲造成的 我会在孙的荣誉 准备 被放在中间 没有 我都不拍了 你自己的地方 要看升当新一位 我送你 我走了 你 你 你 我走了 我走了 你膽子 你走 你走 我走 突然想起小时候 想起你 我 还有阿宇 三哥 伯姬是不是喜欢阿宇啊 他们很小的时候 在姐夫家里见过 那时候阿宇 是大名鼎鼎的神童 伯姬对她 可是敬仰备至 原来如此 难怪她不喜欢我 小妹她也是骄纵惯了 以她的性子 今天吃了亏 怕是将来 她还会针对你 她顶多小吵小闹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光是练兵的事情 就已经更让我头疼的了 哪有空跟她置气啊 怎么了 练得不顺啊 新招募来的士兵 大部分都是老百姓 连刀剑都没有拿过 这阵法 更是排得乱七八糟的 眼看秋收的日子 就要到了 当靠继阁他们的力量 是远远不够的 姐夫已经回新野去招募 邓家也有不少好手 哎 殷家和邓家关系深厚 如今邓家举世 你大哥会帮忙吗 别想了啊 殷氏一族能够延绵数百年 就是因为从不涉入朝堂纷争 远离战争 大哥他是严守家训 别说他现在不在新野 就算他在了 也不会让殷家牵涉其中的 我只随口一问 你不要想太多 其实我是能够理解你大哥的 如果换作是我 也会把保护亲族放在第一位 行了 你就专心练兵吧 其他的事情 就交给我和博生大哥了 大哥你看 我的想法 是你和刘继负责中军 我和殷姬负责左右 让朱佑和刘家负责后军 同时保护家眷 如此 大哥 大哥 不好了 什么事心急火燎的 二叔来了 啊 什么 这个老头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难道他知道我们的事情了吗 霸城市听到消息了 不然他这么大年纪 不会亲自跑来 谁的嘴这么快啊 不行 你们先应付一下 我先去躲起来啊 刘伯生 你小子给我站住 叔父 您怎么来了 我不来 刘家就让你给毁了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打死你这个臭小子 二叔刘良 大哥的爹去世以后 就是他找过一家子 他就是个爹 您先过来坐 三儿 你素来老是本分 怎么跟你哥哥混在一起 犯糊涂啊你啊 叔父 我不是犯糊涂 我们这是大事所逼 逼不得已啊 叔父 您看看外面 都乱成什么样子了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 那么我们还不如起来反抗 叔父 请你相信我 相信你 呸 我晓得你能成什么大事啊 叔父 使不大 你这是把刘家王火坑里推啊你啊 叔父 现在莽贼篡权 民不聊生 我们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如果等下去 就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跟他们拼了 你不回头 好 我让你回头 等着 你这是去哪儿啊 我去找老友严有警局 叔父 叔父 你杀开 你杀开 杀开 养大你们了 敢跟我动手了是不是 叔父 你又是从哪儿来的小子 敢拦着我 我家殷脊 是博生大哥的护卫 护卫 就你这乳羞未干的样 护自己都护不住 你们想过没有 你们要是失败了 咱刘家陷入何种境地啊 刘家陷入何种境地啊 刘家陷入何种境地啊 我跟博生大哥 是你一手带大的 我文书的性格 您是最清楚 我从来不做 没有准备的事情 这次 我们已经做了周祥的计划 已经没有回头之路了 哎呀 萨儿啊 当年东郡宅役 留心的前车之剑 你忘了吗 造反启事 才是没有回头路的 叔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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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下手太重了点 你们是子侄不好下手 我无所谓啊 没事 晕一下就行了 哦 我明白了 你看看人家英兄弟 一下子就解决问题了 快 把叔父扶到后院去 别让他声张 以免影响军心 快去快去 走吧走吧 走走走走 就来 你好 快去 adomo 我 有个人 由于是 我看书上说 高祖皇帝当年去吃吕后父亲的席 也是被瞧不起 连门都不让进呢 后来高祖发了家之后 你看那些人又是什么样的嘴脸 所以啊 我们先跟蟒贼打上两场仗 你看他们会怎么说 大哥 我们的当务之急 不是如何说服他们 而是如何不让他们说出去 此事万一惊动了官府 我们更加不利了 说得没错 可是如何能挡住他们的嘴呢 方才殷己说到高祖吃习 倒是提醒了我 大哥 过几日便是母亲寿臣 咱们可以借此时机摆寿宴 把这些宗亲全部都请过来 大哥再跟他们沉名立弊 告诉他们亦损损 亦容俱容的道理 咱们同宗同族 大哥你一举事 就相当于刘氏宗族起病 他们想不被扯进来都难 为何不现在就支持我们呢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如果他们够聪明的话 就要支持我们 殷兄弟啊 真有你的 这个主意好 我看看他们不支持我 他们能支持谁 放心吧 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打赢那蟒贼 到时候我看看这帮人怎么说 好 就好了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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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叔 你怎么在这儿 这天气闷热 我和殷己兄弟也在这儿 就来这儿洗澡 你跟殷己很熟吗 我们好几年前就认识了 大嫂 这大半夜的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夜里天气闷热 我随便出来走走 这就回去了 大嫂 我送你吧 好 好 丽莊 丽莊 你没事吧 大嫂走了吧 已经走远了 你先 你先转过去 是 还好有我在这儿忘风 要不刚才啊 还真叫大嫂给撞见了 这大晚上的 你大嫂怎么会来这儿啊 不是很奇怪吗 怎么了 对不起 我的衣服不见了 什么 这 你怎么样没事吧 那我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这 让我知道谁偷我的衣服 我非把他 好了好了 你先别想着怎么收拾人家了 他拿走了你的衣服 又没有当面拆穿你 据我推断 他此刻定是等在哪个角落 看你出丑呢 要不你还是发挥一下你的专程 找个隐蔽的地方翻墙进去 咱们来个名修战道暗渡陈仓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真有奸细 看清楚了吗 走 亲眼所见 大哥 大哥 你们这么晚了 是去哪儿啊 伯基 又是去哪儿啊 伯基 伯基 我跟殷兄弟在河边洗澡呢 伯基是不是看错了 三哥 你把川家出现了 那里人是什么 你没事吧 好像真有点着凉了 大哥 我想先回房休息了 快回去吧 别着凉了 大哥 既然是误会 大家都回去 散了吧 回去吧 回去吧 走 回去吧 走吧 走 伯姬 你给我站住 三哥 我困了 有事明天再说吧 伯姬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找殷瑾的麻烦 你怎么还是不分轻重 惹是生非呢 我 我没有针对她啊 我是真的以为有奸细 你真以为有奸细 你会让大嫂一个人去 你傻还是我傻呀 我问你 殷瑾的衣服是不是你拿的 我没有针对她啊 我没有针对她啊 是又怎么样 我就是不喜欢她 我就是看她不顺眼 我就是不想让她 在我们家待着 胡闹 伯姬 你别再痴迷了 你必须要面对一些现实 阿宇她心里没有呢 你这么针对丽华 没有任何意义 你这么针对丽华 伯姬 你别再痴迷了 你这么针对丽华 小美 听三哥的 三哥也拜托你 明天你把人家衣服给还回去 好好跟人道歉 三哥 你现在护着她 连颜面都不要了 就知道拿刀子来眨我的心 好 小美 我去就是了 姨咋的 博姬昨晚好手段啊 害我跟三哥差点招架不住 我哪有殷姐姐手段高明啊 先是把邓宇迷得神魂颠倒 现在呢 又跑来给我三哥下迷魂套 夜地洗澡 好个勾人的手段 你们阴阴家就是这样教女儿的 再诋毁我阴家半个字 休怪我不顾大哥的颜面 少拿我大哥来压我 我今天就要撕你这张狐狸皮 这可是在我家 这刀也是我大哥的 你敢拿他杀我吗 你敢吗 大哥赠我长歌刀 是让我杀奸除恶 我当然不会伤他的家人 就算你告诉大哥实情又怎么样 大哥是光明磊落的君子 而他的魅力却是心胸狭隘 小人行径 传出去 不知丢脸的是我依丽华 还是你刘伯基 我跟你没完 我已经很熟水了 把我送我出来 乌鞋 我带来 老公 你个人 我快去 你可以带来 我 你没有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就 了 你 什么都没看见 行了 我的事不用你来多嘴 回去告诉馨儿 邓刘两家即将起事 心也必定受到牵连 让他回去增加人手 加固防备 姑娘竟然担心 为什么不回家去 难道真向大公子说的 是为刘秀 小的多嘴 这就走 不爱姑娘的眼 玉迟 回去跟馨儿说 我的事不要让大哥知道 我还没来冲林的时候 公子早就把信报给大公子了 娘 最近女儿学了套阅女剑 难得恕博欢聚 搏击愿武剑为娘祝寿 也替兄长愧谢诸位长辈 大哥 借你配剑一用 我不用画了 我不须 跟你说 你这么做 我给你拍宝 我国难以望 做啥 国际宫鸟好山手啊 三弟 你替我招呼一下 我出去喝一杯 三弟 殷家姐姐 是我不好 你千万不要怪我 我来帮你恕好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来带你恕了 秀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殷吉 原来你是女子啊 大哥 你忘了 她就是你们三年前救的殷家千金 殷丽华呀 这就是殷家的千金 还女扮男装呢 够古怪的呀 大哥 我日后再向你解释 殷家姐姐 你别走啊 你来我家不就是为了我大哥吗 三年前她救了你 如今你女扮男装 不就是来报恩的吗 你 大哥 殷家姐姐对你可是一片真情啊 虽然你已经有大嫂了 但也不耽误纳妾呀 你休再胡说 我没胡说 大哥 快向殷家下聘吧 那殷姐姐为妾 你不会介意吧 殷姑娘 请留步 可否请姑娘过来 何时一定有个人 你过去 是谁 我过去 你过去 是哪里 你过去 他自己过去 我过去 你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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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 你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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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迟迟不娶 皆因为我在长安太学之时 曾经立下誓言 什么样的誓言呢 儿子此生为怨 事换当作执金玉 娶妻当得 殷丽华 拿 world the throne 不哭 莫 japanese 山丽朗 原来你一直瞞着大哥 好啊 这是好事啊 对对对 好事啊 好 修儿啊 英姑娘乃千金之躯 不辞辛苦地过来帮你 你可要好好地待他呀 请娘放心 儿子知道 温叔 今生非丽华不娶 定会待他一生一世 一心一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舞会比你去 你还记得吗 三年前我们重逢的时候 你问我是否刘家大哥 我那时 晕头昏脑的 我以为你把我给忘了 难过了许久 我没有 我一直记得你的背影 可我不想只是你心里的那个背影 三哥 我知道 刚才你是帮我解围 是开玩笑的 我没开玩笑 刚才我说的话 句句真心 是 李华 其实我 刘兄 你竟敢谋反作乱 你 温叔好久不见 子凌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来冲林了 性文山姓恶 甚好 甚好 我怎麼就不能來了 我當然是擔心你 怕你有事情了 原來大名鼎鼎的子鈴先生 竟然有斷袖之癖啊 有沒有我自己明白 你又是乃月啊 原來就是當年的小書童啊 難怪 你就是那個 不聞不問不理不睬的老子門徒 不對 他應該是學莊子的 當了幾百年烏龜 剛從爛泥裡爬出來 哎呦喂 你看看你這一身啊 藏絲 這刁鑽的可更勝當年啊 門叔 你可以好好地管管他 這要是管不住我 小心把你投上去 我知道 我沒說什麼啊 好了 你們倆就別打勁罵俏了 有重要的事情 門叔 你大哥流眼還有李通造反的事情 現在已經被真副告發 李通的全家 已經被王莽全都給殺了 此事可是當真 當然了 我一聽到這個消息 就立馬快馬加鞭趕了過來 一刻都沒有耽誤 現在長安那邊 正在派兵過來 你們早一點做打算 不行 我得馬上去通知大哥 子凌 你跟我一塊去 你饒了我吧 我都跑了三天了 現在站都站不住了 你自己去吧 也好 烈華 先帶子凌去休息 我們稍後再聚 好 好 好 還是這麼喜歡 女扮男裝啊 當年的小書童 還沒有玩夠啊 你還記得小時候的事啊 我記性可好了 當年你不是跟蔡博士 來學堂講學的嗎 怎麼 你不記得了 我小時候生過一場大病 所以忘了很多事 那你還記得我舅舅 蔡少公 記得蔡家的事 文書跟我說過 你舅舅就是蔡少公博士 不過後來 我又聽劉璇說 你們舉家遷走了 之後我又問過文書 你們家搬到哪裡去了 他也是一問三不知 但是前一段時間呢 我問過鄧宇 鄧宇也是含無其辞的 不過他一直在跟我誇你 說你好 把你都誇到天上去了 你見過阿宇啊 是啊 好像是一年多前吧 他經長安入屬游歷的時候 還回過太學 跟我講了好多關於你的事情 他還說呢 他現在沒有成就事業 無言回來見父老相親 還有你 他真是個死腦筋 在外面混不下去 回來就好了 有什麼大不了的嘛 所以就說嘛 情之一字 毀人不倦 子凌兄不是累了嗎 我帶你去休息吧 不用了 我還有其他事情要辦 我先走了 你別走啊 留下來處處主意也好啊 像我這種手無腹肌之力的人 留下來只會給你們添麻煩 再說了 我已經習慣了 我去陷阱也喝的生活 我最討厭的就是打打殺殺 那 那你 你至少等三哥回來 跟他道個別再走嗎 君子之交淡如水 文書會理解我的 對了 小書童 你跟文書可好好的保住性命 等天下安定之時 我們再倡飲長敘 嗯 这儿在哪儿 听说了吗 李家的人都被拉去砍了 何止啊 还焚尸弃势 真惨啊 去看看 听说就在那边 我们去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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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贼李通 意图造反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而当谁敢窝藏反贼家眷者 论罪同行 揭发逆贼者 本官重重有赏 是 表姐 去他们家 走 我表姐呢 你还 你还敢问 他大哥和李通图谋不轨 先先连累了我们公孙家 我如今已经把他修了 他现在不是我们公孙家的人了 你说什么 那奸女人昨天就已经被赶出去了 你们也赶紧给我滚 再不走的话 我们就报关了 你把个身怀六甲的女人赶出去 我表姐要是有个好歹 你也别想活了 多耽搁一分就多一分危险 找长人要紧 走 想上人头 先给我记住 杀人啊 长人身怀六甲走不太远 可能去东边的驿站了 我们去瞧瞧 快走 朕大人 朕大人 他们就是邓神家的反贼 快抓住他们啊 朕大人 抓住他们啊 放进 许我要放狗反贼 快上马 快上来 快抓他们呀 追 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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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怎么办 一会儿我们先找一处隐蔽的地方 把身上衣服还了 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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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姑娘 小点声 不怕死 姑娘 幸亏遇见了你们 这里的新兵真的好多 我好害怕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表姐呢 你拿着包袱要去哪儿啊 表姐 我 我拿了些东西 打算去换点钱 然后找辆马车 拉着表姐回新衍 表姐在哪儿 带我去找她 姑娘 表姑娘将要分娩走不得路 邓家那边的驿馆也给封了 我们又没马车 只好现在这里落脚了 然后我找她 带我去 我去哪儿 設计 我去哪儿 别是 我去哪儿 我来 你去哪儿 这儿 你哭啊 好了好了 好了 不哭不哭啊 不怕 不怕不怕 有我在 有我在啊 不怕 不哭了 太好了 我还以为 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 说什么傻话呢 你看 我不是来了吗 我和三哥来接你回家了 嗯 刘三哥 麻烦你了 哎 长儿 都是私家人 不必跟三哥客气 李华 你先告诉我 我哥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这几日 晚上腥风血雨的 好多人都被杀了 我被公孙家修了也就罢了 可是我真的 我真的很怕我哥他们会出事 你告诉我 我的担心 都是多余的对不对 啊 表姐 你不用担心 表兄他们是做大事的人 他们会有分寸的 啊 我要回家 带我回家里话 表姐 你这产期快到了 我 我怕 不 我没事 我可以走 我想回家 表姐 要不这样好了 我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先住下来 等你生完之后 我再带你 不 我一个都不想要待在这里 我要回新野 姑娘 这哪还有产婆 刚为夫人接生 咱们还是赶快离开晚城 返回新野吧 不行 现在全城都在通缉邓氏一族 而且我跟李华的行踪已经暴露了 现在出城太过危险了 这里到新野至少也得两天路上 万一在路上临产 岂不是更麻烦 这些我通通都知道 可是我真的一刻都不想要待在这里 我要回家 李华 我求求你带我回新野 就算是此我也要回去 好了 你别这么说 禅儿 回新野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 我还要寻找李通 现在不能出晚城 不如等我找到李通 再护送你们回去 不能等了 若是现在不走 恐怕夫人 恐怕夫人她 就再没机会回去了 你住口 燕芝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 李华 算我求你 你带我回去 我想要回家 我想要跟我的亲人在一起 我想要回去 好 好 我带你回去 你放心 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我带你回家 我要回去 好 好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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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心 李华 把这些钱拿着 路上用 你把马盒钱都给我们了 那你怎么办 你就别管我了 好 我送完表姐回新野 就到冲林和你会合 路上一定要当心 走 不哭了 咱们 箱子 给我 肉丝 咱们 不忍工 小剑子 mam 对不起 我 你走 咱们 你走 就要走 我走 你走 可是 车里什么人 回官爷的话 是 我家大姐 你一个女子驾车 家中没有男人吗 过搜 报 车里只有一个孕妇跟丫鬟 知道了 这位官爷 我姐夫外出了 我大姐就要临产 可是她有惊爵之症 这位官爷 我们在城中没有大夫可以为她看病 也没有产破可以帮她接生 我们没有办法 只好先回吉阳老家去 官爷 您通融一下 喜相好吧 行 走吧 走吧 谢谢官爷 驾 驾 他 他 刚才驾车那女的好像是反贼通道 我以前见过她 那还弄着干什么 赶紧通知真大人 驾 驾 驾 夫人 夫人 您挺不住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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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 夫人 姑娘 夫人真的快挺不住了 估计马上就要生了 玉玉 快 表姐 怎么样了 我不要生孩子 你管我不要生 你别这么说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来帮你接生 你忍住 燕姐 你去找附近的人家 取一些热水过来 快 好好好 表姐 表姐 天花 我不要生孩子 我 我根本就不爱那个男人 我为什么要生他的孩子 我爱的是表哥 我要回去看表哥 表姐 你坚持住 我们很快就回家了 回家就看到我哥了 你赶快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就可以回家看我哥了 回家 回家 看表哥 是 我们回家 我们很快就要回家了 忍住 忍住 这颜值怎么还不回来 娇姐 我去看一下 颜值 颜值 姑娘 颜值 姑娘 颜值